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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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本来说要把 还记得我讲什么叫 One, two, three agreement 还记得吗 有没有一点印象 One, two, three agreement 在任何一个国家 要自美国输入 美国的核能技术的话 一定要跟美国 签一个双边的合约 那个是在美国的 Altronic Energy Act 之下所规定的 第123条所规定的 那我们的合约呢 我们的合约呢 马上到齐了 明年要renew 韩国的比我们晚一年 那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呢 是韩国呢 跟美国的谈判的触交 ok 谈不下去 然后这回普景会呢 南韩的总统 ok 去美国 ok 各位如果留意新闻的话 ok 欧巴马讲了一句话 ok 我觉得那是一个大 对韩国来讲是一个大的突破 那一句话意思讲说 美国会 会尊重韩国的 發展核能的看法 意思讲说 当然那不晓得是不是光 光这个台面画了 那言下之意的话 就是说韩国人要的 美国人说不定可以考虑 要什么 韩国就要自己做再处理 ok 他要发展再处理的技术 他要发展这个 发展这个浓缩 浓缩的这个技术 不过韩国我的了解 他现在主要要的是再处理 还不是浓缩的那一块 我本来说想把这个 我们跟美国的合约草案 寄给各位 后来发现不行 万一各位给我卸出去之后 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认为会有任何的事情 但还是小心一点 我今天呢 就印给各位看一看 这个所谓的官方的正式合约 长得什么样子 各位等一下上课时 揣一下看一下 看里面他里面 用的一些文字 那这基本上就是 我们大概今年下半年 或者明年的时候 会看到台湾会讨论这个议题 而且会讨论得很厉害 因为有些对何能有意见的人 可能会杯葛这个签约 其实这个合约是这样 我们跟美国政府谈 谈完之后呢 双方政府跟政府之间先签一个 某种程度上等于讲说 一个协议就是 我这个合约同意了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民主国家 所以都需要什么 都需要国会通过 所以那边先签完之后 再回到国会 国会再通过 通过之后呢 才是正式的成立 美国也一样 美国也一样 好 那这个就传给各位看一下 好玩而已 没什么太大意义 好玩而已 各位玩了再传回来给我 OK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进行 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上次在谈到课本的这个 我们谈到课本的 我们现在在课本的 课本的638页 638页 我们这边所探讨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我的放射线物质 如果从核能电场释放出来之后 它谁的大气的扩散 会扩散出去 然后对环境也好 对生物也好 或者对人也好 造成所谓的计量 所以我们要算一个东西呢 我们要算一个东西就是开 这开呢 也就是我们放射线物质的concentration 放射线物质的concentration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没有在谈 说它的单位是什么 事实上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看你 因为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一个卸出量 再乘上一个 我们称它为一个dilution factor 这个跟我的距离有关 这个跟我距离电场的距离有关 当然跟我的气象也有关 所以当如果我这个 这个表达的方式是原子核的树木的时候 它的单位就是什么 number concentration 它的就应该就是per unit time 释放出来多少 那这个会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的核数 我的nuclide有多少 如果我这个单位是curie的话 这个单位也就是什么 curie OK 这完全是看你怎么样算这一项 怎么样算这一项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在讲说 我们怎么样决定要算这个dilution factor 要算这个dilution factor 那我们上堂课在跟各位介绍呢 这dilution factor跟什么有关系呢 当然跟我们的气象有关 跟我们气象的状态有关 那在这里呢 我们讲到了 那气象状态有关 对我们整个一个污染物 我们这边讲的radionuclide 我们讲的是污染物 radionuclide是一个污染物 我今天如果要分析一个 垃圾焚烧场里面出来 戴奥心的扩散 我用东西怎么算 一样的算法 我今天要分析一个燃煤电厂 所分所排出来的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围成力 所谓的几个麦孔那种细微的污染物 它谁的大气的 谁的大气的扩散 怎么算 一样同样一套方法 没有其他的东西 同样一套方法 受到同样的一个物理的机制的 一个影响 那个物理机制是什么呢 也就是课本上的 在这个635页 635页11.9图这边 A图跟B图的时候告诉你说 在我什么样一个温度分布的状态之下 我的东西呢 我的污染物呢 会倾向于集中在某一个地方 不会扩散还是会扩散出去 还是会扩散出去 那已经讲过了 这个跟我的大气的温度分布有关 那大气的温度分布长得什么样子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11.7这个图 11.7这个图呢 就是一个typical的一个 这是一个美国一个国家实验室 一个国家实验室 它的附近的 它来侦测大气温度的变化 注意到它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高度 是从0公尺到450公尺 0公尺到450公尺 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温度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形 那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跟什么有关 跟时间有关 那为什么跟时间有这么大的关系 日照 OK 跟日照可能有蛮大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现象 现在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数学的模式来算它 那我们数学的模式来看它的话 我们基本上说什么呢 它是一个diffusion的一个形式 什么叫diffusion 从浓度高的地方 往浓度低的地方跑 这个叫diffusion 这个叫diffusion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diffusion的一个程式 程序 所以diffusion的那个长相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11.7那个式子 11.8那个式子 严格上讲起来11.8才是对的 因为11.7 imply一件事情它是什么 isotropic 一直讲说没有方向性 每一个方向都一样的 那可是不可能它一定有方向性 所以真正讲的式子呢 应该是11.8 那你比较一下11.8跟11.9的差异在哪里呢 11.9加了一个像 加了一个什么风的影响 11.8没有 11.9加了一个风的影响 风的影响是什么 在风吹的那个方向 它的行径会比较快 在风吹的那个方向 它的行径会比较快 所以是11.9这个式子 11.9这个式子呢 最后面那一项也就是 风吹的影响 好 下面呢 我们11.10跟11.9来比 我们拉掉了两项 拿两项呢 第一个 X方向的diffusion 所谓X方向指的是什么呢 风吹那个方向 空气移动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方向 那一项拿掉了 好 为什么拿掉呢 因为因为我空气的流动 所带动它的改变 它的改变量远远的大于我扩散所造成的 所以可以省略不计 所以第一项拉掉了 OK 那我又拉掉另外一项 拉掉哪一项呢 我把time dependent turn 给拉掉了 那个项为什么可以拉掉呢 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化 意思讲说 我在核能电场这边呢 是持续不断的放出来 持续不断的扩散 在同样的气候的状况之下 持续不断的扩散 最后达到一个study state OK 所以我把transient turn也拿掉了 好 那这是我的真正解的equation呢 是11.10这个equation 那11.10这个equation呢 它的solution呢 是11.11 好 11.11 好 是11.11 好 11.11你看一下那个式子 之后呢 我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 一个是sigma y 然后一个是sigma z 好 不要忘了 k是什么 k是diffusion coefficient k是diffusion coefficient 跟气象的状态有关 好 所以你会发现sigma y 好 sigma y 好 我们定义了sigma y跟sigma z 然后你再看一下到11.3 你把sigma y sigma z 带进去 你得到的式子11.3 11.3 这个式子基本上是什么 是一个 是一个Gaussin distribution的基本项 是一个Gaussin distribution的一个形式 也就是所谓的常态分布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你对常态分布 这统计学上有一个概念 你基本上你知道一件事情 常态分布长得是什么样子 平均值是0 然后这个宽度是什么 sigma 对不对 一个半是sigma 这叫常态分布 所以我们来看这式子是什么呢 随着x方向走 我的这个所谓的plume 所谓出来这个烟雨 我本来是一条线 我本来是一条线 那随着x方向走 我在z方向会怎么样 会散开来 在y方向会怎么样 会散开来 随着z方向会散开来 随着y方向它会散开来 它散开来 要表达它的equation 要表达它的equation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11点13这个式子 也就是11点13 13这个式子 所以我的distribution呢 我可以用这个表达 我可以用这个表达 诶 x不见了 你看11点13有没有x 没有 那x向跑哪去了 这个东西跟x的平方根成正比 看11点11 看11点12这个式子 这个东西theoretically 它跟x的平方根成正比 事实上是不是呢 不是 那这东西跟x是有关的 那跟x的关系怎么办 做工程的理论导不出来怎么办 做实验 做实验 测量 OK 所以将来我这东西绝对不是x的二分之一 而是我去做实验去测量这两个东西 跟sigma y跟x的关系 sigma z跟x的关系 我去把它找出来 好 这是11点13这个式子 这11点13这个式子 11点13这个式子 OK 好 再下来又做了什么改变 要再下来做了什么改变呢 好 再下来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改变了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假设一件事情 我东西释放出来的时候 是在地表释放出来的 你说老师地表出来会扩散吗 好像不会喔 因为地表出来就在旁边绕就是了 我们假设是地表出来是什么 是release height release height release的高度 是等于0的 我是这样的式子 那如果我现在release是有一个高度的话 是release是有一个高度的话 是有一个高度h的话 那会改变什么呢 会改变z 会改变z方向的dependency 会改变z方向的dependency 所以我假设成这个 这个我是从一个高度 从一个高度h释放出来 我关心的是什么 我关心的是什么 我关心是地表的 我关心是z带等于0的这个地方的 我关心的是z等于0的 我为什么关心z等于0的地方 人站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是这个地方释放出来的话 那我解这equation 从数学上来看 我这个地方的解 如果我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可以假设 有一个是从h的地方出来 有一个是从-h的地方出来 这两个的解加起来 就是这里的解 OK 数学上来看 如果我现在说 我的release height是h release height是h 我关心的是z等于0这个地方的解 我可以假设它有两个source 一个是在h 另外一个是在-h 然后它的solution 在z等于0这个地方 把它加起来 这个也就是课本上的 课本上的11.14这个式子 课本上的11.14这个式子 所以我关心的是什么 我关心的是z等于0这个地方 z等于0这个地方 所以我会得到11.15这个式子 那你看11.15这个式子 跟这个11.13来比的话 h是常数喔 请你注意喔 h是常数 h是什么呢 是我的release height 那我到电厂 我可不可以知道 我release height是多少 那个烟囱 对不对 那烟囱高点就是我的 那你说发生事故的时候 请问一下我release height是什么 看哪里破 它最好不破 全部都从烟囱走 OK 我能不能让它不破 有一些紧急应变措施 你可以尝试的往那个方向走 尝试的 尝试的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你会得到的是 11.15这个式子 那我这里只关心什么 11.15这个式子 我没有z dependency了 为什么 我关心的是地面 我关心的是地面 因为我人站在这里 z等于0 然后我们知道 在y方向 在y方向 它也是这样子 慢慢扩散开来 所以在哪里最大 在中心线 在y等于0的地方 它是最大值 所以当我算计量的时候 我关心什么地方 最大值 所以y代几 0 OK 所以你得到的式子呢 就是11.16这个式子 得到的式子呢 就是11.16这个式子 OK 然后你发现一件事情 事实上 我如果算的话 是光release 可能是最讨厌的 release的时间是z release的height 是z等于0的地方 可能是在地表的时候 会是最严重的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z等于0它不会扩散 它旁边又是土地 拜托一下好不好 我们假设z等于0 外面也是可以扩散的 OK 好 我们只在做一个 theoretical的分析而已 我们假设z等于0 也是你是 光release 如果是h等于0的时候 你在z等于0的地方 你会是最大的 所以最后我们把h 设成0 OK 这就是你的最大值 这就是你的最大值 所以就是11点17这个式子 11点17这个式子 注意到 如果我们就用11点17算的话 我电厂没有烟囱了 因为我烟囱根本不take credit 如果我做了这么多 我做了一个烟囱是100米高 然后我在计算时 假设100米等于0 那我射那烟囱干嘛 OK 所以我们在真正计算的时候 这个h是有考虑进去的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用的呢 基本上是 应该是11点16这个式子 11点16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代表什么 这个式子 我们在前面解的时候 我们都说了一件事情 OK 我的kai呢 跟时间是无关的 对不对 kai的时间是无关的 我把tendependent turn拿掉了 可是在这里呢 我要讲了 kai是谁的时间会降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q值 我的最前面这个q值 最前面这个qπ 最前面这个qπ 这个qπ 应该这是一个release rate 因为 这个是tendependent的 你说老师这个tendependent 你那个式子 你解那个微分方程的时候 你就应该有tendependent的像 你怎么把它拿掉了 抱歉 你把它摆进去 我就不太能解了 不是不能解 可以解 要怎么办 就不是这套方法了 OK 计算机程式 OK 我有计算机程式在解那个equation 我可以解到这些东西 那个tendependent turn 可以全部进来 可以全部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只不过是用手来做计算的 我昨天寄给各位两份文件 还有一份叫什么 有没有看 Regulatory guide 1.3 还记得我讲regulatory guide是什么吧 OK 美国有tan CFR 50 这里面全部讲核能相关的法规 核能相关的法规 OK 这个tan代表核能方面 这个代表说不同的东西 然后在法规底下 当你要 当你要implement这个法规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规定 Regulatory guide就告诉你说 当你要合乎这个规定 你要怎么做 OK 那寄给各位的1.3 1.4 我们等一下应该会提得到 1.3 1.4 就是在算我电场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low population room 的distance 就用这方法算的 你去看这里面 你就会看到后面 我们要跟各位讲的那几个图 都会看到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一个手算的 一个非常简洁的 一个非常保守的方法 来做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是这样子算的 好 所以他说了 如果我是tine dependent的话 我是tine dependent的话 那我基本上 我这个t代表说什么 total 我累积是多少 因为到最后 当我要算计量的时候 也是一个累积量 也不是一个tine dependent量 也不是计量的rate 而是计量的累积量 所以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积分的一个模式 这积分完之后 也就是11.19这个式子 好 讲了半天 到最后 全部事情只剩下 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怎么样算这两个东西 sigma y跟sigma z 我们刚刚讲的 根据pheritical model的推导 它跟距离的平方根成正比 OK 可是事实上呢 没有那么单纯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所以我们做实验 做完实验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结果给画图 结果给画图 我们就看到的就是642页 642页的figure 11.11 figure 11.12 各位去看一下 Regulatory 1.3 1.4 里面有exactly 这两个一样的图 好 那这个图呢 叫做parsquale 好 这是一个parsquale的 一个apposmation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parsquale的 这个apposmation OK 或者叫parsquale的condition parsquale的condition 基本上在算这种dispersion的时候 你只要听到这个名词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图 OK 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图 我们看看这两个图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重座标是什么 sigma 那这个horizontal dispersion coefficient 11.11是horizontal horizontal指的是什么 在平面的展开 所以是什么 sigma y 11.12是什么 vertical 在z方向的散开 所以是sigma z 然后呢 横座标是什么 距离 所以距离你释放点 距离你释放点的这个distance 它从100米开始 100米200米 然后一直到1000米 再来到1万米 然后到来到什么 10的5次方米 所以是大概100公里 100公里有多长 很远喔 好 所以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ABCDEF 所以可以想像ABCDEF代表什么 代表大气稳定的程度 那大气稳定的程度跟什么有关 跟温度分布有关 跟温度分布有关 OK 所以那Pascal有7个condition 这里有几个图呢 只有6条线 所以第7个是什么 是根据第6条线呢 根据F的结果来算的 所以如果第7个东西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extremely stable extremely stable 你用的是11.20这个式子 你用的是这个 sigma Y 在F的condition之下 在Z方向你乘以5分之3 在Y方向乘以3分之2 用那个数值来代替 这是extremely stable 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越不stable的话 这个sigma Y怎么样 越大 为什么越大 可以想象它怎么样 散得越开 OK 它散得越开 它散得越开 所以你再来看呢 你会发现它在Z方向散得开的 它的程度 远远大过在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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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方向 Y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 也就是我们的 Pascal的Condition 那下一个问题要问的 请问一下 我什么是要用A 什么是要用B 什么是要用EF OK 跟什么有关 跟温度分布有关 所以各位翻到下一页 各位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呢 644页 644页 这边有个Table 11.2 OK Table有一个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11.2 11.2呢 它是从这个 Experimental Data 看到没有 它这里动的都是什么 它的单位都是什么 DataTable DataZ 这代表什么 记得前面我们讲 它是不是Stable的时候 我们讲什么 一个概念 叫做Alabetic Lapse Rate 还有一个叫SuperAlabetic 还有一个叫什么 Inversion 有没有 Inversion是什么 这个是正的 OK 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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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值 那你可以看一下说 在不同的状况之下 所以你怎么知道这个 你要盖核能电厂之前 你在核能电厂的场子 你建一个塔 OK 开始收集数字 开始收集数据 收集一年 收集两年 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 了解说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电厂 这个不同的高度之下 它温度改变的关系 一年四季 一年365天 然后每天24小时 每隔几分钟 你take一个Data 你有一个Data Bank 得到的都是这些 DataT over dataZ 然后将来用的时候 你会透过一套软体 OK 把它转换成你的Stability 的Condition 然后带到你的模式里面去做 再带到你的模式里面去做计算 去做计算 好 当然 好我们等一下再讲 所以 这个呢 是我决定 我Stability Condition 的一个 Stability Condition 的一个 一个方式 Stability Condition 的一个 一个方式 好 好 那再来呢 这是一个方式 用温度的差来决定的 用Vertical方向温度的差来决定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基本上我们是两个 一个考虑是Vertical 还有一个考虑是什么 水平 所以水平也有一个方式来决定 所以水平的方式是什么决定呢 它用一个东西叫做 它用一个东西呢 叫做这个wind van 这是什么呢 各位有时候看一些屋顶上 它会有一个指标性的东西 有没有 就是送风吹 有些东西 不晓得大家都为什么会想到一只公鸡 我脑心里想到一只公鸡 OK 它谁的风向呢 公鸡头会朝着风向 对不对 所以风吹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它会动 对不对 所以它以这个方向 flatuation的角度的大小 来决定水平方向的stability 合理 因为你flatuation越大的话 代表什么 你容易扩散 所以另外一个方法呢 是用wind van OK 来做 来做 来做决定 那degree也就是说 它flatuate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情形 抱歉 我只能看这边 它detail实验是怎么做的 数据是怎么样表达的 大概我们只能依据它这边介绍说 我可以依据这个方法 我可以依据这个方法来做计算 我可以依据这个方法来做计算 好 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把它合在一起之后 好 我们把这些东西 把它全部合在一起之后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来看课本的 这个 这个课本的645页 11.13这个图 11.13这个图 11.13这个图呢 基本上呢 我是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Q呢做的一个处理 好 我们看一下11.16这个式子 好 我们看一下11.16这个式子 好 好 怎麼來的 各位前面一路跟我走下來 應該知道為什麼到最後剩下它 我現在做一個處理 OK 左邊剩下什麼 左邊都剩下 sigma y sigma z sigma z 還有一個release height 其他會變動的參數 都跑到右邊來了 其他會變動的參數都跑到 都跑到右邊來了 我甚至可以把h呢 也做一個 我甚至可以把h呢 也做一個 h呢 也做一個 也做一個設定 那我這邊左邊呢 右邊呢 就完全都是跟氣象狀態有關的 只跟我stability有關的 那看一下課本 11.13圖 他說這個等於30公分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真正關心的 這是我釋放出來的 這是我的封數 OK 這是我的封數 那 右邊這一塊 全部是跟我氣象狀態有關的 跟我氣象狀態有關 所以我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要不要再去查那個 11.10 11.11 11.11 11.12 不用查了 OK 我直接用 11.13圖 可是在一個條件之下 什麼條件之下 它的煙囪是什麼 30米高 好 發現不是CM 煙囪是30米高的時候 好 那如果我們把這些數值帶進去做一個計算 這個圖的重坐標 也就是我剛剛課本上寫 可以把它寫的那一個式子 橫坐標還是距離 好 橫坐標還是距離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maxima 代表說什麼 這個數值的maxima OK 這個ratio 這個除以它的一個maxima 這個數值要越小越好 好 我們先不要看它 這裡有個maxima 因為這個基本上封數固定你也固定 OK 只不過我們現在合在 因為它還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有一個maxima 那個maxima就是什麼 你電場發生事故 什麼地方你的濃度會最大 OK 你的電場發生事故之後 你什麼地方 你radial nuclei的concentration會最高 所以想像中我們一直在講 如果東西越stable的話 它會飄得怎麼樣 越遠 所以它的maxima應該怎麼樣 離電場越遠 對不對 應該離電場越遠 OK 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圖 你們發現A B C D E F 我的stability 時候從A是最不stable 越來越stable 然後我的maxima會越來越 越往 越離開電場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到1公里 到這個到這10的 譬如講說 如果我的stability的condition 是F的時候 我最遠可以到多少呢 可以差不多到20公里左右 到 抱歉 2公里 不是20公里 2公里 2公里左右 2公里左右 好 現在看我要算什麼 現在看我要算什麼 今天如果我要利用這套方法 來去算 還記得我那天跟各位講的嗎 我要決定set的時候 我有幾個東西要決定 一個是boundary 還有一個是什麼 LPZ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什麼 EPZ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EPZ 如果我今天要算一個 要算一個LPZ的時候 我的距離基本上是什麼 在電場之外比較遠的地方呢 所以我的假設應該是什麼 我應該用什麼 最stable的狀態去算它 因為我的maximum 會跑得比較遠 我算這個數值 會比較conservative 我的EPZ更大 是不是我應該也是用 我的EPZ更大 是不是我也應該用 比較stable的假設去算它 不是 ok 因為我算EPZ的時候 我的approach ok 我的整個概念 是用PSA的概念 是用機率的概念 來算它 是用風險的概念來算它 所以我是用什麼 realistic 意思講說 我今天在算電場的風險的時候 我可以假設事故 是在哪一個時間發生 這樣子的事故發生之後 你有經過多少時間開始有release ok 我有一個databank 我有一個databank databank有我全部氣象的狀況 我可以roundly決定說 我這個事故是1月1號發生 所以我從1月1號開始算 ok 1月1號開始算 然後你都有每一個時間間隔 都有它的氣象的狀況 所以你用你真正氣象的狀況 去算距離的氣量 那我們在所謂的一般法規的要求上 我們在算這個LPZ的時候 我用的方法是什麼 我要求保守 什麼保守呢 最壞的狀況 ok 最壞的狀況針對這是什麼 跑得遠 影響範圍大 ok 影響範圍大 對不對 所有人最stable 事實上如果說 這樣子最保守 可是對電廠周圍附近的人來講 是不是比較不保守 對不對 因為你用別的方法算 它受的劑量會比較大 不過那沒有關係 因為當我要算這個 算這個概念的時候 那我是希望把它算得怎麼樣 越大越好 包含進來受保護的人 越多越好 所以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 一個概念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 當然我們可能會感興趣 我們可能會感興趣說 請問一下 這個最大值發生在哪裡 好 這個最大值發生在哪裡 那個最大值發生在哪裡 很好辦呢 我只要把這個東西對 x做為分 把這東西對x做為分 對不對 那sigma y是x的函數 sigma z是x的函數 雖然它不是一個函數的形式 是一個圖的形式 我可不可以用圖來算 可以嗎 對不對 可以 我可以找到它的最大值在哪裡 可是如果我們要式子來表達的時候 我們用式子來表達的時候 為了式子可以推導起見 我做了一個假設 sigma y等於A的sigma z OK 就做這個假設 只是為什麼呢 我只希望導一個式子出來 讓你看起來很漂亮 OK 那這東西呢 你經過這個推導之後 你會得到11.21這個式子 11.21這個式子 這是我的maximum發生的地方 我想這個微分等於0 這東西各位自己可以推導 我這邊就不講了 這課本上有個錯 它上面那個式子 它這邊有兩項槍加 這上面少個負2 上面那應該是負的 OK 上面應該是負2除以sigma z 應該是負2除以sigma z OK 那個錯了 OK 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這個式子 你會得到這個式子 這式子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找什麼 什麼地方x 在哪一個x 我的這個factor 會是最大值 對不對 所以那個x是在什麼地方呢 所以你去看 在什麼地方的 你把你的release height的 release height square 平方 等於兩倍的sigma z 所以意思講說 你從圖上面去看 OK 在這個sigma z等於sigma z sigma z等於這個兩倍的h平方開根號 好 sigma z 在這個地方 你這個知道 這可以算 所以sigma z等於這個數值相對於的那個x 就是你maxima發生的地方 對不對 這裡你是不是可以決定一個sigma z 可以對不對 所以回到table的11 回到figure的11.12 當你知道sigma z之後 對不對 假設你的stability condition是c好了 當你知道sigma z 你對過來在c對到你的數值 對下來那個x座標 就是你x 就是你maxima發生的地方 OK 就是你maxima發生的這個 maxima發生的這個地方 OK 好 你知道maxima發生的地方 你把它帶進去 你得到的結果就是11.22 這就是你最大值發生的地方 最大值發生的 最大值發生的 發生的地方 好 那這裡呢 完了之後一個例子 11.1這個例子 11.1這個例子 基本上就在講我這個東西 在講這個東西 OK 講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estimate the location of maximum concentration of non-radiative effluent release and the height of 30 meter under type f condition 所以所謂的type f指的是什麼 pascual condition OK 它release height就是h等於30 所以你帶進去之後 sigma z等於21.2 所以你到11.12這個圖上面找 好 說什麼時候sigma z會等於21.2 for curve f 所以你大概是這個1900米 大概是1900米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現在來看 11.22這個式子 好 抱歉 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一直在 我們上次推導完了之後 我們要算這個release concentration 的時候 是11.16這個式子 翻過來640頁 11.16這個式子 好 下面有個東西要進來 我東西在擴散的時候是什麼 是radionuclein 所以它會怎麼樣 它會衰變 對不對 所以從電場放出來 跑到10公里之外 需要不需要時間 需要 所以這段衰變怎麼辦 這個衰變怎麼辦 所以衰變要考慮 對不對 所以衰變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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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們需要一個什麼呢 需要一個lanta t的像 因為我的分 我的放送物質呢 會衰變 所以我這邊還需要一個像 它會衰變 乘上去一個會衰變一下 一個lanta t 我這t怎麼辦 我不能直接擺t t是什麼 時間 對不對 我距離電場一公里 請問多久之後 可以到我這 如果我只考慮風吹 不考慮diffusion diffusion很小 ok 在x方向 我只考慮風吹 所以這能變什麼 我的距離除上我的什麼 速度 這就是我的時間 所以我加入這一項 我就可以考慮我的什麼 衰變 ok 就可以考慮我的衰變 有一些東西的半衰期 是很短的 我們把衰變考慮進去呢 事實上是有意義的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衰變考慮進去都有意義 因為有一些 我比如講seasing好了 seasing137半衰期多少 將近30年 ok 30幾年吧 你考慮這個 這個兩個小時的衰變 有沒有意思 就沒有意思了 那你如果考慮 點131半衰期八天 可能還有點意義 那有些noble gas的半衰期怎麼樣 更短 那個時候 這一項相對的重要性就出來了 相對的重要性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講到這呢 我們講的是這個 我們講的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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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氣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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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呢 要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呢 我們講這個 diposition and fall out 我們講這個 其实这两个东西指的是一件事情 Fall out是什么 我一个空服 我的放射性物质 在随着我的一个东西叫plume 我们刚刚讲的都叫plume 就是一个烟雨 它开始飘散 飘散之后呢 它有没有可能沉积到地面上去 这个叫diposition 它沉积到地面上去 它是不是离开了我的plume 是不是 那个叫fall out 是不是同一件事 同样一件事 OK 那这东西为什么重要 直接的它有fall out 我这会怎么样 会降低 对不对 这是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它fall out到哪里 到地表 那人会不会经过地表 会 所以人经过地表时会不会有剂量 会 所以你可以讲到这就知道 当我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要考虑至少有两个剂量 一个是什么呢 烟雨 这个plume 经过我的时候 对我造成的剂量 还有一个是什么 当我经过污染的表面的时候 土地对我造成的剂量 所以我必须知道diposition的量 OK 然后我来可以算我土地被污染的一个程度 那我也可以 也可以再算说 对我这个 对我开的一个 一个 对我开的一个影响 对我开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算这个diposition 我们有一个方法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方法 OK 来算这个 来算这个diposition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我diposition 我有多少 会掉到地面 或者从我烟雨掉出去 一定跟我本身的浓度有关 我浓度越高 theoretically 是不是越容易有diposition 对不对 theoretically 浓度越高 是不是里面东西越容易掉出去 对不对 好 所以一定跟我浓度有高 有关 所以我diposition 我可以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diposition rate 好 我可以定义一个 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diposition rate 我叫它rd 好不好 那个diposition rate 我知道它一定 跟我的浓度有关 然后中间呢 乘一个比例常数C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比例常数C 是什么单位 好 这个是什么单位 那我们先看 diposition rate是什么 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 diposition rate 是一个time per unit area 所以我这个diposition rate 我使用的单位是什么呢 单位时间在我单位面积上 有多少东西乘积上去 这是唯一可以用的单位 其他没有单位可以用 其他没有单位可以用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diposition 是一个dynamic process 所以你考虑的一定是rate 那你要考虑什么 一定要考虑它的分布 对不对 成绩在面积上 你不可能是走量 所以一定是一个per unit area OK 那我们再来这个东西呢 我们这个concentration 我们前面介绍过 它的单位是什么 我们一般 conventional在这边做计算的时候 好 我们这边 这边是Ci per qubit meter 对不起 因为这边是Ci 所以我这边也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我在泥土上的活度 OK 你把这两个等在一块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的单位是什么 如果它的单位是这个 你会称它为什么 Velosty 所以想当然而 你会称它这个叫什么 Deposition velocity 所以既然是Velosty 我也不用C了 OK 我用VD OK 所以我出来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Deposition velocity 好 再问 现在这种天气 OK 那老天原谅我们不会发生 如果核电场出事 东西散出来 对不对 有一个Deposition velocity 然后散出来之后开始下雨了 哪一个Deposition velocity大 下雨的时候 所以Deposition velocity有 Dry跟Wet OK Wet Deposition velocity OK 怎么决定 做实验 量啊 OK 管它怎么量出来的 反正我们只告诉你怎么算的 那实验怎么做 那你可以到 其实这些所有东西 这些东西怎么决定的 你几乎到NRC的网站上 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资料 它当初是哪一个实验 做出来之后 决定它的 决定它的 它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我的这个 当然这东西跟我的核种也有关系 跟我的核种也有关系 那课本上呢 有讲一些 有讲一些数字呢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既然都是一些数字参考 我就不念了 各位到课本上去看 所以我就以这个方式 以这个方式 来计算 好 这个已经有了 当我担心地表 有多少东西的时候 这个已经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算 谁这X 谁这Y的方向 我可以算这个 对不对 乘上deposition velocity 我就知道那个地面上 有多少这个就是我将来计算计量的基础 那我缺一个什么 我们刚刚讲为什么要算这个 一个对开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有这么样一个 deposition velocity 请问一下它对开浓度的影响是什么 那是我们后面要推导的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